我今天要深入探討 hdmi 的分配器 hdi 分配器就是將一路的 hdmi 輸入之後 然后可以同時輸出兩路一樣的訊號 這時候應用就是可以同時接 兩臺電視 那我們在做實務上的應用的時候 通常是連接什么 ps4啊或者是 呃藍光 dvd 等等 好然后呢一路是在電視上面顯示 另外一路透過擷取卡 然後進入這個電腦的 obs 上面做直播的應用 那你目前市面上看到的 目前這時候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的這個 hdi 分配器不管是這樣子 還是 長得是這樣子 這樣子哦大小都差不多一樣 那可能是 logo 是藍色的或是 黑色的或者是 呃粉紅色的 那其實裡面的骨子裡面的 ic 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是說 這些4k的分配器 跟我們市面上截取卡的相容度是怎麽樣 當然了還有一些 額外的黑黑科技的應用就是說 有一些視訊來源他有 hdcp 的問題 比如說像 ipad 啊或者是 呃 藍光 dvd 的他不見得要 同時輸出兩路 他的重要目的是要能夠接截取卡 分配器都能夠使用嗎 好我們先接接看給你看一下 什麽意思啊我們等一下 這個影片會做兩個實驗 一個是接這個1080p的播放器 另外一個是接這個 這個是4k的分配器 然后我們同時做個實驗 看在電腦上面這個結局的會怎麽樣 好我們先接1080p的這個播放器 視訊來源把他接起來 然后接電源 一路接電視 打開這分出來是有兩路嗎 一路是接這個電視 然后另外一路我就接截取卡 進到這個電腦 那這個截取卡我要做很多實驗哦 第一個我是用這個最早期的 這個1080p的這個截取卡 然后後來有所謂的這個4k的截取卡 啊這些截取卡都是沒有所謂的 htcp的破解 那麽試試看看可不可以使用 好我們先這是接這個1080p的截取卡 然后連接到電腦時候連接起來 然后把這另外一路接上來 接進來 我們用a cap測試就好了 好我們實際播一個影片看看 他是真的有影像出出哦 兩邊都有 電腦是也可以截取的到 然后電視也截取的到 我們現在來換另外一支截取卡看看 這次是所謂的4k的截取卡 他也沒有htcp破解 我們來試試看 一樣的這個分配器哦 然後我們打開來看有沒有畫面 哎你發現一個很好玩事情 這個一樣哦分配器一樣 但是接這個1080p是可以使用的 你可是呢接到這個4k的截取卡 是不能使用的 一樣是這個4k的這個分配器 連接1080p的截取卡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呢連接4k的截取卡是不能用的 會出現這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再換一個更早期的這個分配器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一支嗎這是早期的我說這2018年的我們來試試看 嘿你看有畫面了 很吊詭吧 好啦我們這段先跟大家做個總結 我們雖然採用的是1080p的播放器 那採用的分配器有分的兩種嗎 一種是 4k的 最近買的都是4k的 這時候呢你連接這個1080p截取卡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連接這個4k截取卡就會有問題 如果你連接的是這種舊款的2k的分配器 那麼你不管是連接這個 1080p的截取卡或者是這種4k的截取卡 都沒有問題 反正啊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你那個如果你接4k的截取卡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小心 你那個分配器一定要用2k的 不然的話會有問題啦 我們現在換成這個4k的播放器 那我們要做兩個實驗 一個就是連接這個 最古老最古老的這個2k分配器 好那想當然而出來 這個出來的畫面就只有到1080p好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要連接這個4k的分配器 看看這個4k分配器 剛剛的那個1080p的那個分配器 有沒有一樣的效果好 那我們首先接這個2k的分配器 好有看有畫面了嗎好 那我們把這個視訊截取卡 這支是4k的哦 好這個某某 某知名品牌的4k的截取卡 你接接看 打開電腦的obs 哦你看這邊是有畫面的沒有問題好 而且他的畫面的解析度就只有到這個 1080p 他沒有到4k這樣子好 所以啊用這個2k的分配器 連接這個4k的播放器 是電視也有畫面跟電腦也是有畫面 那我們現在換換4k的分配器會怎麼樣 好這邊應該會有畫面 那這邊呢有沒有開一下 保護有沒有看到 所以啊這個這樣接是有問題的 你今天用4k的這個擷取卡 你在接這個4k的分配器是會有問題的 啊因為這個4k的這個分配器 並不會讓你的這個有 帶有這種問題的這個 hdi的視訊 進入到你的電腦這個是有問題的 我們現在介紹另外一款 這個市面上號稱可以解決 該這個問題就是 怎麼讓這個畫面丟到電腦的這個問題的 解決的一個轉換器 這個也不叫做分配器啊這個叫做 hdmi的音頻分配器 他就是說吼 hdi 輸入之後 他有一路可以將你的 hdi 的聲音給拉出來 轉成3.5mm出來 這個這種東西啊他 表面上是賣這個分配器 其實骨子里啊根本就不是賣這個 他就是要賣 hdcp 的分的這個 破解了好玩實驗室給你看一下 那這個東西的話他就沒有 同時接兩路的這個功能了 我們換成這一個把這個電源接上來 好視訊來源接進去 然后呢這個 hdmi 的輸出 接電源 你看啊他是有畫面的哦 你看一下 而且這邊的解析度他是真的是4k哦 你看這邊有4k哦 3840乘2160 這邊有4k 這樣子 如果你今天預期說你要買4k的分配器 來解決剛剛那個 hdcp 的問題 其實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因為啊目前市面上你買到的那個所謂的4k分配器 你以為預期可以破解 hdcp 結果是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買這種特殊的這種分配器 那 那就很麻煩了因為這東西也蠻貴的啊 因為敢做這樣的廠商真的是膽子也很大了 這樣子我們再總結一下好了 我們剛才有做兩個實驗嗎 一個是用1080p的這個播放器 還有一個最後用4k的分配器 不管你用1080p還是4k的分配器 你今天你要 截取一些比較特殊的影片的時候 你的分配器一定要用2k的 很可惜啊你現在這種這種 舊款的這種2k的分配器 已經市場上買不到了 你市場上買得到的 不管你在什么淘寶啊 或者在什么露天啊 蝦皮看到的那些分配器 基本上都是4k的 那你那些4k的分配器 不管你是接2k的播放盒 或者是4k的播放盒 截取都會有可能會發生問題 好那 你真的要確定保證那個 電腦上截取是沒有問題 那你就可能要買這種 叫做HDI的音頻分配器 這個不便宜有1000多塊哦 這個不不不便宜 以上是今天的一個HDI分配器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實驗 謝謝大家